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東亞峰會視像會議 在今個月九日一連四日舉行 除了東盟國家的領導人出席以外 也有邀請到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出席 到底他們在會上談了什麼 搞到越南外交部長會說出一些說話 令到王毅難堪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九日的時候 蓬佩奧率先在視像會議當中發言 他說 中國近來的侵略性和威脅性逐漸提高 對東南亞各國相當不友善 而美國願意挺身而出 在南海和湄公河爭議上 為東南亞各國發聲 並且願意增加投資東盟國家的各項基礎建設 此外他還呼籲東盟國家 應該要重新思考和中國企業的關係 不應該遭受中共的欺壓 他所說的南海爭議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湄公河的爭議又所謂何事呢 其實就是 中國政府在雲南省 湄公河的上游 稱之為爛瘡江那樹 興建了大量的水壩 這些水壩對於湄公河下游 無論在水量方面 或者是河流生態 漁獲方面 都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當然會遭受到這些東南亞國家 鬼殺這麼吵抗議 這就是湄公河的爭議 蓬佩奧就說 他是會為這些國家發聲的 至於王毅又怎樣說呢 王毅在發言的時候 就痛斥美國擾亂南海的局勢 他認為美國干預了 和中國有關的多項爭議 成為了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 而且他還怒斥美國在南海炫耀武力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使得出現了區域衝突的風險 另外他還說到 說中國有著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去主張南海主權 他認為南海的爭端 應該由這個區域的國家來解決 而和平穩定 就是中國和南海其他東盟國家的共同願景 他說到責任在於美國一方 在中美兩國各自表述立場以後 到底東盟國家的取態是怎樣呢 他們是買哪個國家的帳呢 越南外交部長范平明的說法 透露了端藝 他說到他們歡迎美國 為東盟對於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和發展 所作出的努力和積極貢獻 東南亞國家對於和美國在該區進行務實合作的機會 是持開放態度的 他也說到 說越南、菲律賓、文萊和馬來西亞四個國家 和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的爭議 故此影響了這四個國家 在近海捕魚和開發資源作業的情況 其實他這個表態也相當清晰 而越南今次的表態 亦是繼菲律賓之後 再有一個和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站在美國那邊 菲律賓之前說到 若然他們的下船隻 是遭到中國的藍隻攻擊的話 他們會找美國求助 會打電話給華盛頓 現在越南外交部長說 歡迎美國 即是維護南海的和平 即是全部已經歸了邊 目前四個國家和中國有南海的主權爭議 正低文萊和馬來西亞 是未曾有一個明確表態 但現在這樣看法已經是二比二 而馬來西亞和文萊 既然和大陸有主權爭議的時候 站在大陸那邊的機會都甚不低 所以 其實王毅今次出席東亞峰會 打算拉攏東盟國家 事實上是不成功的 所以 戰狼外交可以說 又再遭受到挫敗 接下來 我們再看看關於中東方面的消息 美國總統特朗普 之前一直被美國一些媒體 乃至是左派人士批評和攻擊 說他只懂得搞美國優先 忽略了很多盟友的感受 繼而變成了美國的單邊主義雲雲 但官乎特朗普近兩三個月以來 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所取得的封石成果 就證明得到 根本上他提倡美國優先 和多邊主義並行不撥 如果他是搞單邊主義 根本上他沒有必要為以色列出頭 為以色列爭取和中東國家的和解 也沒有必要去推動中東的和平進程 所以我認為 如果奧巴馬也有資格取得諾貝爾和平獎 這世界上真的欠了特朗普一個樂獎 他絕對是有資格取得的 首先他已經推動了以色列和阿聯酋的大和解 接著就推動了塞爾維亞和科索玉的大和解 最新他就推動了以色列和巴林的大和解 當然巴勒斯坦方面是生氣的 就說覺得那些中東國家似乎是出賣了他們 但不要緊 因為巴勒斯坦有強大的中國後盾 有中國支持 做甚麼都行 特朗普就跟記者說到 說巴林王國和以色列實現邦交關係正常化 是歷史性的一日 相信其他阿拉伯國家將會跟隨巴林的做法 即是說 繼阿聯酋和巴林之後 可能陸續還有其他中東國家 是跟以色列大和解 好了 下一份美國巴林和以色列的聯合聲明中提到 說巴林和以色列這兩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和先進經濟體之間 開啟了直接對話 將會為中東地區帶來積極的演變 並且會提高地區的穩定、安全和繁榮 這份歷史性和平宣言 特朗普當然是居公自衛 至於特朗普現在這麼支持以色列 到底對於他的選情有沒有幫助 我相信是會有的 一來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都相當大 現在特朗普已經做足功夫了 至於他的選情如何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相信特朗普是為了他的十月經期鋪墊 現在就在外交上積極進取 爭取更多的公職 現在特朗普的角色就像扮演和平使者一樣 當他在四年之前上台的時候 很多美國媒體或者左膠質疑 特朗普的行徑瘋狂 一上台也不知道會不會令美國陷入戰爭的深淵 結果在這四年以來 特朗普根本沒有對外發動過任何一場戰爭 當然有些軍事衝突就少不免 但起碼來說是沒有戰爭 而且他在今年突然間連環發功 推動了幾個世仇幾個死敵進行大和解 只是這件事 就已經近這半世紀以來 沒什麼美國總統做得到 對吧 甚至乎你說特朗普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很難去預測呢 說真的又不是 你說特朗普是不是有一批推進和平進程的人呢 其實你看回他在任期之初 就已經積極地尋求和朝鮮的對話 甚至乎搞了這個特金會 證明得到根本上特朗普 就是善於利用戰爭以外的手段 來解決分歧 所以如果有些國家 竟然跟他談不完 那就真不知道特朗普惡定 還是那些人惡定 那美國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外交上的封攻遺跡呢 似乎美國有機會促成得到阿富汗內部的和解 在昨天 國務卿蓬佩奧去到卡塔爾多哈那處 會見了阿富汗政府的代表 以及塔利班的代表 你沒聽錯 真是連塔利班的代表都去開會 那談什麼呢 他們就想啟動一個歷史性的和平談判 目標就是要結束接近二十年以來的戰爭 既然蓬佩奧都去到的時候 即是雙方都給面 很有機會其實是談得來的 就是會達成一些成果的 蓬佩奧也開到聲說 說美國希望阿富汗成為一個內部和諧 並且是跟鄰國和平相處的主權團結國家 如果連塔利班都被美國談得到的話 真是難怪 挪威有些議員會提名 特朗普是拿諾貝爾和平獎 他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